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一个可以听他说话的人这样 即便他讲了一团乱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透过我们听他说话 他们觉得在这里他们被接纳了 开始懂得看自己是不一样的 在福音中心我们很看重关系 我们看重每一个人来到福音中心 就像是我们在家里面接待许多天父的孩子回家 我们接待他们 甚至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煮饭 不只用神的话喂养他们 我们也用真实的饭食喂养他们 让他们真的就是觉得 来到我们教会就像回到家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从大人 从长辈 从小孩 从年轻人 我们就是一起短宣 一起步道 一起传福音 一起建造 然后一起装备 甚至一起建立荣耀的教会 如果你有问我们说转化是什么 不使这些人的生活被提升一点 需要被补充一点 其实他真的他的本质要改变 这才是转化 曾经我把你的手放掉 如今你愿意再次牵起我的手 这一次我再也不要放开手了 这个地方传言福音是困难的 但是从这对夫妻的身上 看见了神在鼓励我们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神都纪念 教会是一个 我们感觉说 很温暖 很高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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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不太像说我们是 在服侍他们 或者是为他们做什么 而是比较像是我们跟他们一起 来承接上帝的爱 我会认为自己可能 比较不会唱歌 可能也不会乐器 可能就会把自己贬低说 不站在讲台上的人 就可能不被神所爱 可能不被神所重视 可是我就来到这边 给我的价值观是上帝爱你 就是爱你 就会让我觉得说 其实我也是很重要 中国福音中心在那边的服饰 他们跟当地的建立关系 等于是在转化的过程 地区转化的过程当中 注入了一些新的契机 之前学校举办布道会的时候 这一些学务长 主任 教官 还有系主任 这些老师们来了十几位 还有学生来了八十几位 他们想要看见这些学生 他们为什么 什么力量 可以改变他们 让他们能够如此地成长 长时间下来就跟他们接触 我会发现说 他们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团体 觉得他们是非常正面的 他的距离比较小 那个比较大的量力是接不上去的 所以我会想说 我每个月都会固定 就是做一些小小的心意捐献给他们 觉得说做得很值得 真的很感动我们的教会 对我们福音中心这些教会的教友 以及这里的社工跟牧师 愿意付出他们的心力 走入到这些家庭里面来 各福音中心连接台北灵良堂 彼此串联及祝福 让省的教会走向多元 家的关系也更加真实 我要把这些的资源 人才甚至财物 带到这些福音中心的里面 好好叫我们的福音中心 能够做得更广 能够跟总部很深的连结 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很 让我们传道人能够在前面 能够奋勇向战的一个 一个动力这样子 能够在总部的支援遮盖底下 来侍奉神 这是一个在身体里面 能够一起来回应神的爱 让总部的手跟脚 触及到更多偏远的地方 那以至于我们台北灵良堂 可以完全的接地气 让全球的思维 在地的行动 实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 跟总部的不断的连结当中 看见整个台北灵良堂 在世代传承上 其实我们福音中心的力量 是来自于这个世代传承 我们现在用总部 跟这个所谓的分部做个 意思说我们永远 从道部到尾 是一个家庭 直到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